谢谢主持人 刚才我听了马华朋友那一份高见 本来我不想讲的 现在是你逼得我要讲的 刚才我们今天都是马来西亚民 我们都以马来西亚公民拿大马卡的身份在这边发言 既然你是大马卡 就没有理由分成土著跟非土著之分 对不对 刚才我们马华朋友说 拿句英明生物 当家又当权 又提出一个马来西亚 那就非土著土著非土著全民平等 不是好吗 他说我很感谢马华朋友 还不错了 蔡西迪的土地还可以交到这样子 他说小弟变才一流 大家听到很爽 我想问大家 这是不是低谷人民的智慧 如果今天我废话一大片 你会听得很爽会拍手吗 我只相信一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 那位小弟的老毛鸟 也是马华现在最不喜欢的人 前任马华总会长 翁师姐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自家饮水 冷暖自知 果真政府对华教好不好 自己喝这一杯水 冷暖自得 都咱咱也知道 第二 刚才我也没有想到 执政了55年的马华 从陈增路陈修兴到林良时的时代 今年蔡西迪的时代竟然要沦落到要去成 被忘录 被忘录一路来都是反对党提成 所以证明马华正在很积极的学习 如何做一个称致的反录 所以当家都是五年 55年要去成被忘录 交给巫统就是准备忘记的记录 他也提出 他说 雪州政府没有办法 拨的地是国小保留地 我刚才开中民意已经强调 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写得很清楚 教育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教育政策是中央政府所拟定的 州政府怎么去发展教育 这就叫强人所难 本末倒置 如果既然你当家不装权 我就套雪华堂会长 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建壁立州教育局长 我们都知道 宜宝八丈滑小是全壁立最大的滑小 学生最多 学生有时候上课 好像难民一样 必须坐在地上上课 我亲眼目睹 所以在八丈附近的小桂林 有一块五英某的校地 当时我就打找教育局长 要把这一块小桂林五英某的校地 保留成为华小保留地 新建八丈华小分校 很多人不知道 教育局长给我的回复是 对不起 我必 这一块地是我小保留地 不能见华小 这是百事实讲到 我相信张兄 无可能失落无睹 你不知道 还是假装 我要改可以 来这些大选不是敢敢 敢教制约 换星天 华教才会有明天 对不对 我们刚才也有一些问题说 明年的陈皮书 承诺 新建同考 有党有没有表态 可以 明年的陈皮书 可以不可以公开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当然可以公开 名人不做暗示 光明正大国不只公开 今天都带来了给大家看 安华亲自签名 我们不会像有些人 他的兴趣是喜欢带同一个女朋友 去同间酒店 去同间酒店 我没有讲谁 我没有讲谁 有人 请保持安心 有人喜欢对到陆座 我都没有讲谁 对我的有反应很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看不懂 我也可以印一片DVD送给你 我有心愿的 请保持 请保持 请保持